大家好 今天是9月24号 刚刚美国东部时间下午2点45分 美国纽约东区法庭的法官做出一个裁决 同意美国司法部作为起诉方提出的一个 对孟晚舟暂缓起诉的协议 这个协议是美国司法部在今天向法庭提出来的 这个协议的主要核心内容就是暂缓对孟晚舟起诉 然后孟晚舟答应暂缓起诉协议里面的大部分的条件 那这个暂缓起诉的协议内容是什么 现在外界还不知道 但大概就是认罪罚款 然后保证以后不再重犯 这样一个协议孟晚舟如果答应的话 那起诉方和被告人就达成了这个协议 当然最后还要看法官同不同意 你们双方最后达成的这个协议 法官说那我不承认 你本来起诉的你现在怎么要放弃起诉了 我就是审这个案子 那这种情况没有出现 法官同意了检裁官提出的这个协议 也同意了双方达成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共识 所以说按照这个最终的情况来看 那孟晚舟案基本上到此结束了 孟晚舟案很快就会回中国了 这个对我们在海外这些人来说呢 当然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孟晚舟案一出来呢 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一些抗争 就是要求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来 我们还到加拿大大使馆呢 白宫前面呢我们多次的这个请愿 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今天来看呢 经过三年多这个努力呢 最后给泡汤了 这个泡汤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呢 对美国的起诉方 就是司法部 他由他的一些考虑 他跟我们中国异议人士呢 中国人权人士的想法呢 可能还不一样 我们有不同的一个立场 那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呢 实际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传出这个消息 就是美国司法部呢 愿意跟孟晚舟达成一个 暂缓起诉的协议 条件呢是孟晚舟认罪 罚款还有接受一些条件 但是当时呢 根据媒体的报道说 孟晚舟拘捕认罪 那拘捕认罪呢 这个协议就难达成 那么今年呢 孟晚舟这个案子呢 已经他的引渡案 在这个温哥华呢 已经到了这个最后的一个阶段了 我们想呢 很快就会有结果 但是在前天的时候 加拿大的环球邮报 突然爆出一个消息 说孟晚舟呢 可能已经同意 跟美国的起诉部门 司法部达成一个 暂缓起诉的一个协议 那这个暂缓起诉的协议呢 实际上包括着很多的内容 它的英文名字呢 就Defend Prosecution Agreement DPI 那DPI的协议的核心的内容呢 就是起诉方和被告方呢 打成很多的协议 最主要的呢 一个就是认罪 再一个是罚款 再一个是保证呢 以后不重犯 这样的话就对你暂缓协议 然后放弃对你的引渡 放弃对你的强制措施 那环球邮报爆出这个消息呢 我们还不相信 那么今天早上呢 纽约时报华街日报 各大报纸呢 都连篇累赔的来报道 然后有一个呢 参加这个法庭审理的一个记者呢 我在不断地看她的推特 她刚才呢 她报道法官呢 终于同意了这个协议 而且孟晚舟方呢 也是同意这个协议 那这个案子的主要的法庭呢 主要的法庭的战场呢 是在纽约 是美国司法部呢 作为起诉方 起诉华为的两个子公司 还有这个孟晚舟 是在纽约东区法庭呢 起诉的 那纽约东区法庭起诉 但这个人呢 他是在加拿大温哥华呢 被抓住了 所以说 作为这个第二个法庭呢 是一个引渡的法庭 温哥华那个法庭呢 还不是正式的案子的法庭 正式的案子的法庭呢 是在纽约 温哥华呢 只是审理啊 这个案子呢 要不要把孟晚舟呢 进行引渡 那这个纽约呢 主要是来审判 他这个到底有没有罪案 到底要给他判多少年呢 纽约的这个法庭呢 是主法庭 所以呢 对他呢 整个罪行呢 放弃这个起诉 或者说暂缓起诉的话 那就等于呢 对他呢 马上呢 就放弃这个引渡 所以我今天一早呢 看这个记者啊 就是参加这个法庭宣令的 这个记者发的推特呢 就是双方呢 进入这个法庭 孟晚舟呢 是通过 他的视频呢 进入这个法庭 然后他的这个律师 也做这个 呈述啊 首先是这个 美国这方面啊 进行了呈述啊 尤其把他的这个 DPI 就这个协议呢 从头到尾 把这个细节啊 都讲出来了 然后呢 是孟晚舟方 还做了个陈述 做着陈述的核心意思呢 就是同意 这个协议 遵守这个协议 那最后呢 法官呢 就一锤定音 既然你们双方呢 都同意这个协议呢 那就按照你们 双方的约定呢 就不起诉了 就暂缓起诉了 所以这个案子呢 针对孟晚舟 个人的这个起诉呢 是暂缓了 但是对华为公司 对他的两个子公司的 这个起诉呢 还是有效 估计在纽约法庭呢 还会继续审判 继续给追究下去 那孟晚舟个人呢 根据检察官 在法庭上说的 就是把他暂缓起诉 而且呢 放弃对他 在加拿大的这个引渡 所以说他会很快的 回到中国了 这个事情呢 看起来确实让我们 非常的痛心 我们也是非常的难受 但是呢 这里面可能有他 美国政府的考虑 那美国司法部呢 做这个决定呢 是司法部部长决定的 那司法部部长 谁管呢 就是总统管 白宫管 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考量 他们的考量呢 可能呢 就是说 一个这个案子呢 拖短时间太长 已经三年了 而且呢 就是 加拿大的这个 引渡的这个案子呢 如果 就是 孟晚舟输了 那他还可以上诉 还可以再继续折腾下去 这个就耗得非常的久 那这样的话呢 纽约这边的这个案子呢 那就拖不起 他们一个是呢 看这个案子这样拖下去 不好 再一个呢 当然就是这个 要缓和一下 加拿大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了 再一个 把加拿大那两个人呢 揪出来 虽然这个协议当中呢 没有提加拿大这两个人 但实际上呢 直接把孟晚舟放了的话 中国呢 根据这个默契呢 也会把那两个迈克 很快给放出来 当然这些 所有的做法呢 我是不认同的 那完完全全天呢 就是向绑匪投降 那中国就这个绑匪啊 把你这个 两个加拿大迈克 给抓起来 还把一个毒贩 本来是15年的 驾判死刑 那这些做法 完全是流氓的做法 那你这样放了孟晚舟 你这不是像绑匪妥协吗 你这不是像 人质外交妥协吗 你这 不是像这些流氓 土匪妥协吗 这是非常糟糕的 这开了一个线壳 让中国看到 他的这个流氓的做法 他人质外交有效 就他以后还可以继续做 他还可以抓更多的美国人 抓更多的加拿大人 一旦 他的人被抓 一旦他利益受损呢 他继续搞人质啊 所以给这个绑匪啊 尝到了甜头啊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 美国政府做的是非常差劲 而且呢 加拿大也白忙活了这三年 失去了这么多人啊 被绑架 而且法庭呢 反观呢 做了那么多的努力 最后呢 美国方面起义啊 这个不起诉了 暂缓起诉了 对加拿大方面来说 似乎呢 也不是太低道 不过呢 他美国的起诉部门 和加拿大的起诉部门呢 可能已经达成默契了 他们都同意啊 包括这个 加拿大的总理特洛多 和拜登呢 基本上已经默认了 这样一种做法了 他们两个人默认了 那可能还不存在 破坏盟友关系 这回事情 小豆豆呢 救人可能是第一位的 反正从今天的 整个的过程来看呢 就像这个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报道的 确实是 孟晚舟已经同意 达成这个协议 当然这个协议的内容呢 现在还没曝光 但主要的呢 就是认罪罚款 保证以后不重犯 然后对他暂缓起诉 那这个对他来说呢 也很容易 他很快呢 就答应 然后就很快就回去了 就这么简单了 当然回去之后呢 中共呢 会大肆地再做一份宣传了 所以我看到美国加拿大 尤其是美国在这个事情的做法 我觉得呢 他有他的一些考虑了 当然 但是从我们异议人士来 角度来说呢 那是非常糟糕的一个选择 那另外一点 可能美国觉得呢 我们处罚的主要还是华为 就是华为 把他的这些错误的行为呢 我们制裁 而且保证他不要再犯 保证他重受国际规则就行了 对他这个人本身啊 尤其是一个女性 女性呢 这个西方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因为女权主义嘛 因为他毕竟有家庭 有孩子 可能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吧 反正多种的因素呢 那美国方面 加拿大方面呢 终于做出了这个决策 他做出这个决策呢 有他的理由 当然这些理由呢 有些我们都不认同 我们作为中国的异议人士呢 我们作为对共产党 特别恨的一群人呢 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整个的过程呢 我们确实表示不满 有些会的话 我们会表达不满 而且呢 绝对不能向中国的人质外交 绑架外交妥协 这样做下去呢 让流氓 让土匪 让那些绑架人质的人呢 更加的得寵坚持 让这个流氓呢 更加的猖狂 所以说这次这个事情呢 简直呢 就跟一个维京外交爱战前夕呢 像希特勒特小呢 都差不多的 问题是很严重的 我们呢 有可能要采取一些行动啊 包括到 白宫抗议 到司法部抗议 很多的行动呢 我们要表达我们的诉求 他们呢 就是完全是考虑 他们自己国家 自己国民的利益了 对这个中国人民 对华为干的这么多的坏事 孟晚舟干下的这么多的坏事 那这么 就轻轻的啊 高高的抬起 轻轻的放下 难道就这样完成了吗 真是 让人难以置信 这个决策呢 确实是非常愚蠢 透顶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分析评论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咱们